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是下令时结束日 他来到的当天就被一宗案件吸引 大富豪比尔盖被人杀死在自己纽约的家中 警察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 经过法医验试 死亡时间为凌晨两点至三点之间 警察通过排查人际关系迅速找到了几名嫌疑人 但是这几个人全部都有不在场证明 好友马腾 有证人证明他凌晨两点出现在一夜总会中 另外一个证人凌晨三点在夜总会附近的一个小酒馆看见他 从凶案现场到夜总会和小酒馆开车 最快单程也都要40分钟时间 所以他要作案至少80分钟以上时间往返 有一小时时间明显不够 弟弟比尔悟 他的不在场证明更加充分 他被一辆小车撞了在医院养病 当天夜里他一直在医院睡觉 有护士每隔一小时就去查房 这家医院到凶案现场开车也至少需要40分钟 护士每次查房为多克都在床上 所以他和马腾一样只有一小时空白时间不够 妻子珍妮她自称当天夜里一直在朋友家打牌 朋友证实了这件事 并且说中间除了偶尔去下卫生间一直在打牌 而朋友家到案发现场开车来回也需要至少一个小时时间 去卫生间每次只有几分钟明显时间不够 死者工厂工人牛兰山 当天夜里上夜班 他凌晨12点开始上班 第二天早上8点下班 有很多工人都可以证明他当天凌晨1点一直在上班 没有离开工厂 另外考清卡上显示他当天加了一个小时班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 老司机侦探看了看嫌疑人的口供 看出来有艺人的口供中有作案嫌疑 并且将自己的发现向当地警方讲述了 很快警察就查出了真凶 这里不在场证明有漏洞的人是谁 请思考便客五秒后揭晓答案 因为米国下令时的缘故 在死者遇害期间正值下令时结束 所以这样的话 死者好友马腾的不在场证明就不成立了 因为他完全可以凌晨2点出现在夜总会 然后时钟被拨慢一小时 两点也就变成了一点 他就多了一小时时间 他去死者家杀完人再回来 三点之前赶到小酒馆被人看到就行了 一到三点有两个小时时间 完全够往返杀人了 老司机侦探在米国看到一组很有意思的照片 因为摄影爱好者拍下了一个小偷被追的全过程 但是却没有拍完 从这几张分散的照片中 你能确定谁是小偷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上期答案 手放在灶台上的胡须男最不正常 手都在冒烟了 还不知道收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